嗨,你好吗?我是Vivian 英国一名研究超自然现象的学者声称 该国遍布时间的裂缝 很多人通过这些裂缝穿越了时空 并受控其中,无法返回 因而在现有的时空中消失 这样的人每年多达几千人 据《每日邮报》报道 诸有穿越时空,前往过去和未来的旅程 一书的《超自然现象》研究学者 罗德尼·戴维斯指出 穿越时空的现象是真实存在的 罗德尼说,有些人可能回到过去 最终困在那里,每年有几千人失踪 《每日邮报》还提到 在英国,历史悠久的德文郡 康沃尔郡和肯特郡 都是穿越时空的热点地区 其中,利物浦的布尔德街是最著名的地方 关于布尔德街,时间倒流的故事非常多 在Reddit和Facebook上都有专门的讨论页面 YouTube上还有一个关于这里的纪录片 1996年,弗兰克打算到波尔德街上的迪龙书店里去找妻子 当他走到街上的时候,突然觉得非常奇怪 似乎哪里不大对劲 周围瞬间变得非常安静 在他还没有来得及仔细想的时候 一个小型面包车,明着迪,与弗兰克擦肩而过 吓了他一大跳 弗兰克说,那辆面包车看上去就好像是1950年代的汽车 疑惑的弗兰克朝迪龙书店走去 当他走进书店,却发现商店上方的招牌写着Crips 厨窗里也没有摆放任何书籍 而是女士的手提包和皮鞋 弗兰克很是诧异 他四处张望,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结果他发现,周围的人们似乎都穿着了四五十年代的衣服 这个时候,人群中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子走了过来 她的衣着打扮看起来和弗兰克是同时戴的 当他走过弗兰克的时候,两个人相视而笑 于是,两人一前一后走进了那个卖提包的商店 当他们走进商店的时候,真正离奇的事情发生了 商店里哪有什么提包皮鞋 到处都是摆满了书籍的书架 这并不是提包商店,而是如假包换的书店 弗兰克疑惑地看向那个年轻姑娘 女孩似乎也很困惑 弗兰克问女孩说,你在外面看到的是书店还是提包店 女孩说,她看到的也是提包店 还以为是新开的,正准备好好逛一下 没想到近来,却是一个书店 弗兰克回家以后,对自己的经历好奇不已 他经过调查发现,很久以前 那家书店确实是一家女士相包店 安迪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 但是40多年前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让他至今都无法释怀 1977年,那时候安迪5岁,姐姐7岁 他们和姑姑住在英国弗兰克郡的一所老房子里 老房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 有一天早上,安迪和姐姐起得很早 起床之后,他们去了客厅 看到壁炉里的火已经点燃了 一个老太太穿着长裙戴着帽子 正在用访车访线 老人家抬起头,看着姐弟俩 但是什么都没有说 姐弟俩以为老婆婆已经把早餐做好 就走进了厨房 但是厨房里漆黑一片 当姐弟俩返回客厅,想问问那个老婆婆 可是婆婆却消失了 而且壁炉并没有生过火的痕迹 还是一片冰冷 后来,他们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大人 大人们说,他们没有聘请任何家政服务 安迪并不相信超自然的说法 但是当时那种过去与现在碰撞的感觉 一直伴随着他 现在他已经接受了 自己可能经历了瞬间的时间倒流 他想,自己应该是看到了同一地点 很多年前的人物和景象 今年57岁的卡罗林·安德斯说 在上个世纪80年代 他到英国的德文郡工作 一个周末,一位同事开车 送他去普利茅斯参加聚会 当他们通过一个拐弯处的时候 他看到了一座美丽的教堂 他说,那座教堂有一个五颜六色的窗户 光线通过窗户印在地上 实在是美丽极了 当车子经过前门时 他还看到了一大群人 但是除了他以外 车上没有一个人看到这个景象 真正震惊的事情发生在几周以后 当时卡罗林的男友菲尔 建议说周六离开普利茅斯 当他们又经过那个拐弯处的时候 卡罗林惊讶地发现 教堂已经成为了一片废墟 卡罗林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 就问他的男朋友菲尔 菲尔说,这个教堂 是这个地区最古老的教堂 查尔斯教堂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就因为一次空袭而被炸毁了 战争结束后 政府决定不重建查尔斯教堂 而是维持他损坏的样子 用这种方式呢 纪念空袭中死去的平民 所以卡罗林看到的景象是不可能的 然而卡罗林对自己所看到的坚信不已 他说那绝不是他的幻想或者错觉 是他亲眼所见 现年50岁的马特戴维斯 来自英国斯托布里奇 他也报告了自己的奇遇 他说到现在都感到非常困惑 2020年11月的一天早晨 大约9点半的时候 马特沿着运河骑自行车陈列 他发现一个年轻人坐在一个上锁的门旁 那个年轻人穿着维多利亚时代工人的衣服 抽着烟斗凝视水中 当马特经过他时 年轻人并没有抬头看他 马特感到很奇怪 于是他开始做调研 他通过骑行路线和Google Earth 精确定位了遇到那个年轻人的地点 马特发现 越何对面在20世纪初的时候 曾经发生过谋杀案 而且至今都没有破案 马特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猜测 有可能是有人在做情景在线之类的表演 但是那个年轻人有点过于年轻了 并且当时正处于疫情封锁时期 所有地方都关闭了 所有的活动也都暂停了 不太可能会有这种工作还在继续 调查人员统计 这种时间倒流的现象 大都是发生在曾经发生过重大事件的古老地区 现年46岁的Ryan Kivis 是一个夫妻关系调解员 Ryan说 有一次他去埃及旅行 参观了卡纳克神庙 当时神庙中没有其他的游客 非常安静 当他想去看女神雕像的时候 突然间丧失了方向感 不知道什么原因 雕像看上去像崭新的一样 外面也突然传来了人群大喊大叫的声音 他看到老公在对自己说话 但是老公说话的声音完全被噪音掩盖了 Ryan的奇特经历可不止这一次 他在英国德文郡的康普顿城堡 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Ryan记得看到一个身穿盔甲的骑士 从身边走过 他说当时的场景和日常生活一样清晰而真实 爱丽丝·波洛克报告说 在游览肯特郡的利兹城堡时 他发现一个房间的外观突然改变了 一个身穿白色衣服的高个子女人在房间里缓慢躲步 爱丽丝后来发现 纳瓦拉女皇琼曾经被指控为女巫 并且在15世纪的时候被囚禁在那里 琼的外貌和他看到的那个高个子女人十分相似 超自然现象研究者 《时间裂缝》一书的作者 罗德尼·戴维斯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收集这些报告 并且试图解释这一现象 罗德尼认为之所以发生时间倒流 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大脑突然的感知到 过去或者未来发生在这个地方的事情 他说有一种理论认为 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一体的 但是我们目前有限的意识 只能通过我们现在所说的当下来体验时间的存在 罗德尼不仅收集了突然能够感知过去场景的例子 他还收集了很多穿越的故事 有些人通过《时间裂缝》突然穿越到过去 在我们现实的世界表现出来的就是神秘失踪 比如潘伯文 这也解释了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 比如在原始的遗迹中发现现代人的物品化石 在我们之前的节目《时间裂缝》中 就列举了很多穿越突然消失的案例 感兴趣的同学去看一下吧 罗德尼收集的故事还有一个奇怪之处 那就是大部分故事都是发生在1990年之前的 以1990年为界限 自那之后关于《时间裂缝》的故事越来越少 关于UFO的目击事件却越来越多 越来越频繁 这两者之间或许有什么联系吗 有人说如果确实存在时空穿越 那么从维多利亚时代的照片中 发现有人拿着iPhone 肯定只是时间问题 罗德尼说 我们现在的生活中充斥着电视 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 我们并没有时间安静的思考 但是随着人们越来越多的了解虫洞 这些时空穿越的故事将不会被忽视 也不会再被认为是无稽之谈 天体物理学博士 粒子物理学家 罗伯·希克林说 关于穿越现象只能有两种解释 第一就是速度超过光速 时光倒流 但是这需要无限的能量 在物理上几乎是不可能的 另一种解释就是 我们的大脑 我们的记忆是非常容易犯错的 还有可能 人们的大脑突然因为不明原因 接受了混乱的信号 于是大脑对这个信号 就进行了强行的解释 因此产生了幻觉 比如几乎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记事感 我们明明第一次去那个地方 却突然感觉这个地方很熟悉 仿佛很久以前就曾来过 有科学家称 这就是我们大脑负责记忆的一个部分 突然发生了短暂的电信号错误 俗称 大脑短路了 这种说法也许能解释很多人 看到了过去的场景 但是却无法解释 为什么有人突然失踪 凭空消失 还有一种理论认为 从更高的维度上看 过去 现在和未来 是同时存在的 就像我们从上面 俯瞰一张纸上的三个点一样 之所以 我们没有办法回到过去 也不能看到未来 只是受维度所困 当时空因某种原因 发生暂时的折叠 也就是这张纸折叠之后 现在就有可能和过去 或者未来重合 一些人能够成为预言家 也是因为他们的意识 可以站到更高的视角 看到那个已经存在的未来 这或许就是所谓的 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星中吧 对此 你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和我们讨论 吵架 抬杠 祝你愉快 我们下次见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